南加州大专院校的联合校友会将会在12月15号举行盛大年会 当天就会长胡一敏会交棒给2014年即将上任的会长刘焕军 大专校友会在洛桥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第35届年会的主题为行星相应携手同行 并且当天晚上将在全体大专校友会数十位前会长以及前理事长的见证下 举行新就会长的交接仪式 即将卸任的会长胡一敏也特别给2014年将上任的刘焕军表达祝福跟肯定 今年元旦接任这个工作以来 与我们所有的工作团队一起携手合作 同心协力的在我们的社团中努力做服务的工作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华人 我们要让主流社会看到我们是一群真正愿意付出愿意摆上 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 我们是一个non-profit的社团 我们所有的经费都是来自大家社团或者是公司行好的赞助 因为有大家的爱心 有大家的肯定 我们这些义工才能够发挥我们最大的力量 我们今年一个最难得的是我们的团队 去了Washington DC 我们代表我们的华人去拜访我们的国会 展望新的一年呢 我会在我们大专三十几年来 优良的传统基石上加入一些新的创意 当然我明年还是会举办一些我们一贯的传统的活动 也会有许多非常社区服务的讲座 比如说健康讲座 保险讲座 那非常特别的就是我要关心一群在华人社区里面 比较没有被人注意到的忧郁症的朋友 所以呢我会在暑假的时候 举办一个有意义的筹款的活动 为这一群朋友来筹款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电脑的专业 所以呢我希望在2014年 我们可以再加强在网络上面的运用 年会从12月15号下午5点一直到凌晨12点 晚会上还有精彩的综艺舞蹈表演 话剧小品以及欣赏大专杯卡拉OK大赛历届冠军的演唱 舞会将从9点开始长达3个小时 预计今年将会超过500位各校校友 社区名流以及政商人士前往参与 中网电视采访报导